陈情望献之逆临 第九十一集 血印 第二日清早 太子派人去传魏英 要与他谈引路之事 太子要魏英先带一对哨兵 穿过林谷 以证明他真的有这本事 再等大灾过去 正是为大军引路 魏英没有立刻答应 推说自己担忧失踪的小孩 没办法再去 谈其他的事 等接毁了孩子 打开了西关城门 才能商谈带人去领骨 太子没有硬逼 心中飞快闪过一个的念头 已经第一次产生这样的念头 魏英和以前不同了 他变得很难对付 这步棋 怕是要失控了 东宫三年 太子恩情病用 把控魏英得心应手 魏英为人正直 从不说谎 他心中想的事 都会如实相告 此番魏英明显有所隐瞒 并有所谋 如果魏英这一局失控 他不心甘情愿地引路 太子盘算道 便只能按照招降那日的计划 立刻走第二步 五十之前 魏英与玉池一起在西关城军营前等候 许多蛮族人也围惧了过来 大伙都交些孩子的事 魏英已经决定 如果等下蒋大人不按时放人 今日便在此大开杀戒 将人抢回去 反正太子发兵吐蕃是大事 他不会为了这些士兵和魏英撕破脸 突然蒋大人安排协助魏英的另外两人来找玉池 说有重要的是商议 魏英看了玉池一眼 点头放人 这两人同玉池说 太子命令 马上射杀所有雪狼 玉池大惊 听他们说 太子说今日魏英很可能会在军营动手抢人 西关城守金差不多四千 有五百弓箭手 蛮族人只有七百 加一个箭胜 应该不成问题 但雪狼群是个大麻烦 雪狼王始终守护着魏英 魏英还能够控制雪狼群 万一他命令雪狼攻击 玉池说 绝对不能射杀雪狼 这是蛮族人的信仰 他们和雪狼从不分离 雪狼死了 魏大人和蛮族人肯定造反 这几个越来辛苦维护的和平就会化为泡影 蛮族人和中原人 好不容易才放下争斗 那两人不以为然 催促玉池赶紧出发 去完成太子的命令 他说我们是虾兵蟹将 大人物怎么想别管 反正太子是最大的 他让我们杀 我就得杀 玉池坚持不肯 争执中 双方动了手 玉池在三人中武功最厉害 以一敌二还占了上风 那两人骂了几句 打算先去 之后向蒋大人去告玉池的状 两人走后 玉池火速跑回军营门口 五十将至 上午还晴朗的天空 此时太阳已被黑云遮盖 似乎要下雪了 玉池身上有伤 今日仍是穿全身黑衣 血被衣服掩盖了 他见到魏英就报 魏大人 太子下令射杀雪狼群 魏英震惊 策马狂奔 朝着雪狼群圈地 飞驰而去 雪花从天而降 魏英一抬头 白雪落在了她的面颊上 魏英赶到狼群圈地时 那两人已经找来了十几个帮手 所有人骑在马上 正在朝雪狼群的栅栏来放肩 雪狼群最外圈几头中间 狼群在圈地内狂奔逃窜 一只雪狼高高跃起 想越过栅栏逃生 栅栏又高又宽 根本无法跳出 这头雪狼落在尖刺之上 当场毕命 被扎得血肉模糊 雪狼王大吼一声 不过剑语 向前狂奔 眼看就要朝着栅栏跃起 狼哨吹响 一长一短 雪狼听令 纷纷后退 雪狼王在最后一个 听见魏英的少令 也停住了脚步 魏英勃然大怒 从马背上飞起 轻功上前 雪恨在空中出窍 荧光一闪而过 一剑刺穿两人 魏英拔出宝剑 脚灯马背转身 飞跃穿梭于人群之中 他身快四光 剑招如行园流水 放剑的士兵根本看不清 剑剑用的是什么招数 只剑转眼之间 魏英剑封锁到之处 马背上的人如骨牌一般 逐个倒下 仔细一看 每人颈部都有一道半寸深的剑伤 剑血封喉 一命呜呼 七世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不过弹枝之间 银血后的宝剑寒光玉胜 更显举是无上的气势 剑剑连杀十二人 士兵皆被快剑斩落马下 毫无还手之力 尖锐聚目围城的栅栏中 躺着几只中间惨死的雪狼 魏英一层一层地拉开栅栏 再次吹响廊上 雪狼王狂奔而出 跟在魏英马后 雪狼群冲出栅栏 全体往军营进发 五世已过 风雪已大 雪花落得狂妄 西关城的道路上 铺了一层纯白的宝雪 魏英此刻雷霆之怒 手持七世 鲜血一滴一滴地落在雪地里 留下暗红的一串 在他身后 铺成一条血路 等魏英再回西关城军营时 五世过了一炷香 没了统领的蛮族人 说要小孩不成 被人侮辱 被人挑衅 方寸大乱 双方已经起了冲突 蟹斗正在进行 魏英带着狼群 冲入正在打斗的人群 一路看见好几个 躺在地上的蛮族人 也有不少西关城的兵 都是满脸鲜血 都死了 魏英面色似血 全身杀气 眼红如蟹 骑在马上 侧着身体 一路斩杀菌营多人 魏英的马蹄 停在带头的士兵面前 剑指那人眉心 问道 孩子呢 带他来 那人不答 魏英势不可挡 一剑刺入那人的眉心 毫不犹豫 拔剑之后 魏英看看了旁边的士兵 骑士来到那人眉心 问道 孩子呢 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剑 不答就死 士兵吓得发抖 稍有迟疑 魏英挥剑就杀 那人赶紧磕头躲避 颤抖地说 那个孩子死了 不是我们杀的 送来的时候 已经死了 魏英持剑之手气地发抖 雪花落在他的脸上 慢慢化成了水 西关城主 从头到尾全在说谎 他早将孩子杀了 把孩子给我 我没有 七世一起一落 在这人眉心留下一个大窟窿 向后倒在地上 魏英见着第三人 重复道 把孩子给我 蒋大人匆匆忙忙地带着三百弓箭手 一千多士兵赶到 将魏英 满族人和雪狼群团团围住 就等太子下令 立刻射杀 魏英扫了一眼弓箭手 他握有七世 身骑汗血宝马 他要逃命不是难事 但身后的人 能跑得了几个 魏英偏了一眼 道 蒋大人这是何意 你要杀我 太子不要地图了吗 蒋大人刚刚听闻 魏英在雪狼群圈地 会见连杀十二人 知道他肯定会再来军营 蒋大人早派人去请太子 照理说 早就该到了 可太子迟迟不出现 难道太子有意回避此事 他还不愿意与魏英彻底撕破脸 避而不见 便是毫不知情 蒋大人盘算 太子是要将此事交给自己处理 等事情闹大了 再出来再收拾 西关城军营有四千守军 数百公牛守 几万箭雨 要射杀蛮族人和雪狼群 易如反掌 但魏英可是剑胜 单打独斗无人能敌 更有万军不挡之勇 他可以当场斩杀了蒋大人 太子竟这样狠心绝情不顾 他究竟是何意 鲑腾 一片是白鲑腾的 一片是白鲑腾的 冰箱 我盏了一片是白鲑腾的 但是白鲑腾的 都需要入口 剑胜腾的 谢谢观看